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会打树柳 甚至会怼墙 反而会通过怼一些硬物来练习他的击打能力 就是说练习他的抗主力能力 但是在练习的过程中会发现一些问题 例如说他有的时候一怼树或者一怼沙包他会把小臂震的发麻 就是说因为这个小臂的肌肉力量太弱了 甚至有的人会把自己的指关节对伤 也有的人会把自己的腕关节对伤 为什么呢 都是因为你的手这个指关节这个腕关节不强 所以说我们需要一定程度的强化练习 把我们的指腕 手腕小臂把它练强 你再说呢 再说一个事就是在练习内加拳里面它也会存在着一些问题 你像这个练太极拳 练行义拳 练打成拳等等诸如此类的内加拳 他一般来干都是从丹田或者脚下 他都是从身上的筋练起 我就是说腿筋 腰胯筋 肩背筋 他一般上来不直接练手 以至于很多人 整个身上就是练得很强了 对不对 那一怼出去就跟头牛一样 但是好了 一大圈就怼沙包 他就把自己的拳 把自己的手腕给怼折了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基本功不够强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做这基本功练习 那我就举个例子吧 看过我视频的人应该都了解我那个叶师弟 我叶师弟呢 现在就是体重最高分的时候可以达到240-250 他平时体重也有220 他在上中学的时候 上初中 我们一块西股的时候 他就已经长到156了 他那个时候练的时候 他就是身上的劲很大 身上的劲很大 结果往沙包里推 把他的手给怼坏了 在那贴锅要贴了好久 好 闲言少讯 书归正传 首先让我们看如何强化我们的这个腕关节 强化腕关节来看 我们可以用腕过程度做的程度 我们把我们的脚反过来看 像这样看 像这样看 撑在这里 拿起来看 用我们的腕关节撑在并看 去做这个活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一堆练的时候呢 易主也不用练太多 如果你感觉你这个腕力比较强的话 易主可以练20个 一次呢 分个四五个就练 一次大概练100个就可以 如果基础不是那么强了 你开始就不要练那么多 就是说开始练这个东西 练两三个就行 代表说 有些人他这个腕力啊 就是说他天生的体质比较强 他腕力比较强 他开始做的时候 他可以下的比较低 但是有个基础 它不够好的话 你就不要下那么低 放在这边 稍微做一下就行 甚至有时候基础啊 它那个基础 基本上没有基础 你这个手腕力拍死的时候啊 放在这里面 能撑住就行 能撑住了 我们做小 到最后再逐渐做打 就是这么一个训练过程啊 先练一会儿这个腕子 它就有点吃不住了 当我们把这个练好以后啊 就说第一个看啊 我们做这个腕子呢 我们再回过来说第一个 撑 你能撑住了你看 做小幅度的运动 小幅度能做好了 你看 做大幅度的运动 记住啊 发力的时候 尽量呢 是从这个手腕子上去把它给撑起来 这个手腕的力量能撑起来以后呢 我们可以做这个 手腕的时候找到这个两面换 基础好的人呢 他可以做得更快 他可以强化我们的这个力量运动 但是这种方法需要 你的基础非常好了以后再去练 开始的时候不要这么练 它很容易练上你的这个手腕的基础 一定要打好基础 不管理由 相当基础再练了 看啊 合到这里后看 我们再来说一下万力的强化练习 就是说 有些作业者一开始的时候 它做不了这么大 怎么办呢 我们有方法 你们看什么呢 我们可以采用贵的方式看 贵的是 把身子往前移一点 别移太多 像这样 那种做的动法 对不对 这个做好了 逐渐 重心往前移 就是越来越多的重心 压着这个手腕 而且 重心逐渐前移 重心前移 但是我们手往回收 它的手力 你看 就会越来越巧 好 这个呢 就是我们像这个慢慢这么练 好 这么练手以后 像这样练手以后 我们就可以把整个脚子放在这里 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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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就是说 这个数据呢 我们可以把它谈完 这个练好了也用了 我们平时做一些辅助练习 还可以练习反过来的 用这个手腕去爬 下面我们再说一个全卧生练习 就是说把辅卧生变成全练习的 这个应该是很多人在其他地方都看过的 一 二 这里有个要点就是我们下去的时候看 你要从手上找一个力点 从手上找一个力点把自己撑起来看 从手上找一个力点 不要下去 胸背用力握住 当然我不是说胸背不用力 而是你做的时候看 从来下去的时候 你找一个感觉看 从手上这里看 从手这里看 顶起来 用手把自己顶起来 要找到一个用手柄的感觉 好 这个全卧生我们练了一组 也可以练到二三十个分路点 好 还是跟前面一样 基础很差的 可以这么练全卧生练习 好 这个练了以后 撑起来 再进一组习 我们不离练全卧生的走路 我们不离练 甚至他老传统还有一种方法叫做 轰跳 就是说 可以全搭在这里看 去练这个跳 一 二 三 四 五 五 七 跳 下面我们再了解一下拳道力 帮我们的拳和拐强的一层贵动 我们可以用拳做道理大家看 两拳大概有一件空关 这样就撑起来 撑起来后看 我们可以做一定的屈伸运动 就像这样吧 撑着 至于有的人呢 他可以不靠谱叫独立 他可以不贴的东西 就可以做道理 甚至还可以用拳手 那他的技术比较高 进一步呢 就是说 有些初学者他感觉这个动作很难 我们可以换一个方法去撑一下 手撑在这里对不对 好 这里也算是拳道理 我们一步一步往后走 哎 这本身 他就接近于一步一步的到了对不对 好了 然后我们再慢慢走过去就行了 至于我们能用拳道理的那种 那个时候 退到三五年前我还行 现在因为练这个容易练得少了 所以说就不太精通了 以前那样我还可以用手 用拳去做这个签子 不得现在 还行不行了 最后我们再来做一个绝腕子练习 这个我在老板里说过 在这里大半天做一下 这个比较重 我就不过了面 我先做一下 我们做到这里 从这看 利用我们的腕 把他绝起来 一 二 一手能做个十个十个就行 第一 你千万不要拿着大臂往上抬 更不要拿着大臂 用整个身子往上绝 这个不算 我们是为了强化 就是说轴以下的也就是我们的小臂万和手 所以说我们做这里的绝腕 过了这绝腕 就是用万手来 就是用万手来绝起来 身上起支撑作用 咱不能说轴以上不动了 他周以上尽量动小尽量不要动 说完全不动了 他不科学 就是他动的很小 主要是一万手来动 一 二 你看 随着我们功夫的加身上 我们往后 稍微拉一点 这个就太重 我也 好 正面练好了 板面的 一 记住 还是用万手去绝 不要火这个大胳膊 或者说我们刚才绝这个屁股去绝 就是万手 一 二 好 这样练好了看 我们可以练平腕的看 放在这里面 一 转过去 记住吧 是万手和小臂的运动 而且这样站不站不住了 他还考验就是说 你那个装甲的功夫 你看 四小时练 手腕以后练 我们的全脉 手腕 一全 再走 一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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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